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我们前面几集不是有讲到说 那个关于日本地产吗 对不对 然后现在有一些公司行号 有在推一些 譬如说日本地产的说明会 那也有很多相关的报道有在讲 那刚好我们茶汤会 因为有在日本工作过的关系 你也做过相关的一点点的研究 对不对 就短时间的研究 那我们也因为 好了就算是称一下热度好了 你把你最近 针对现在日本地产的一个状况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 好来说说看 目前日本房地产的状况 它其实是有持续的在还涨当中 尤其是东京都心的部分 它跟去年比起来 涨幅有高达10% 然后会有这样的涨幅 我们可以分成日本国内因素 跟海外因素 那它主要是有几个原因 国内因素的话 它第一个就是 因为年轻人的意识崛起 那他们也有在慢慢的改变 不想住在家里 因为要被家里叫一叫去很烦 那第二个就是 它不喜欢变化太大 然后也不想要一直搬来搬去 所以他就选择 那我就住在那个原本的房子里 那原本如果是买的话就不会想卖 所以他就是不卖房子 然后就一直住下去 然后再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的工作形态改变了 现在远端工作人变多了 以前可能两夫妻可以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那因为现在要居家工作 一个桌子不太可能两个人开会做使用 所以大家就需要更大的家里空间 那待在家里的时间也变得更长了 考虑到租金 那他们就会觉得 我好像可以直接买房子了 我也不用要租 就是说 因为他们现在要居家作业 不用到公司 所以把公司的办公室要搬回家里 所以他们必须得租更大的房子 那这样更大的房子租金就有点高 那不如拿这个钱拿去买房子是吗 对 假如他们开会要各自的空间 我知道我只是举个例嘛 那其实对公司行号来讲也蛮不错的嘛 我不需要租办公室 让你们自己在家里租 没错 他们现在办公室的需求也有减少 那所以这应该是会这样带动 如果说那么多人都不需要来公司上班的话 那我公司就租很小一间啊 小小一间会议室啊 然后一个老板的办公室嘛 然后再一个小秘书的办公室嘛 对 这样好吗 老板跟小秘书不是同一个办公室哦 也可以啊 小秘书有可能是男的嘛 不管怎么样 就是那员工全部都居家作业嘛 那这样连线就好了 对不对 我就可以转嫁我的企业组的办公室租金成本出去了嘛 到员工身上 那这样蛮好的啊 对没错 那你刚刚前面讲一个 他日本其实之前不是有流行什么尼特族还是什么啃老族 都喜欢待在家里不出去的 现在是有改变了是不是 欧美化的趋势 想要搬出去住 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我觉得有 因为我之前在日本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 我那时候接触到的日本人 不是像我们在台湾里面讲的那些刻板印象 他们其实蛮接受外国人的 然后可能因为也就少纸化的关系 招了很多外国的人过去工作 所以他们现在也比较开放一点点 思想也比较不一样 以前可能会觉得说 日本人可能就一辈子在一个公司工作 现在没有他们会就是换工作 所以他们的传统文化是 这种我招哪一间公司上班 就坐到死了 不太会裁员什么的 所以就是很稳定的 但是现在的文化其实是有改变 还有因为远端工作的关系 可能原本大家一周有三到五天要到公司 那就会选择我住在离公司近一点地方 然后像是士田谷 然后或是山手线特快车会靠站的大站 因为东京很大 然后他们如果要通勤的话 其实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他们会找那种 就是有特快车 像是台北 台中 新竹 然后高雄 我没讲到我没有骑士 我只是举例这种大站 然后那种小站可能就不太会停 ok 那我纠正你一下 新竹不是大站 你看以前的高铁 它就是台北嘛 板桥嘛 接下来就是台中了 你要另外一班车才会有停到新竹 可能因为你常常叫我们要到新竹研究 所以我就只记得新竹特快车有出现 所以我就会举这样子的例 然后他们会靠站大站 以前就涨的比较高 但是现在因为不用太长到公司 所以他也会觉得说 我离那个大站旁边的小站 只差一站 我房价变比较少 那我也可以选择小站 所以也不见得全部涨的都是大站 然后他们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一周可能只要到公司一天 那我不如住远一点点 通勤时间增加到两倍没关系 如果住在四田谷可能40分钟 他们就会现在会选择住在 连仓 湘南 清景泽 这些地方 他离东京可能搭 交工具要一个半小时 但他们现在那边人口上升的 就是蛮有感的 移居到风景区去了 对他们现在 那干嘛不去北海道还可以泡温泉 不要太远了 你要怎么到公司上班 不是你一个礼拜只去一次 那你剩下时间你就连上线就好了 你就泡在温泉里面工作多好 只有你想要这样子 对啊 那你要上班的那一天会变得很痛苦 你要不要搭飞机 不是你就是每一个礼拜旅行一次 这样子 成本太高 成本超高的 很贵 好啦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台湾有很多预售案也是这样子 退一站 或是五分钟之后房价二分之一 剩一半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现在等于也是说 租金就不一定要聚集在大的站口旁边了 对 他可以到譬如说比较支线啊 或是比较小的站口 附近生活经济也算有 但是租金的价格比较低 生活步调也比较慢 不需要那么挤 对 有种悠闲的感觉 他们现在开始追求生活品质 日本开始不一样了 然后刚刚你也有讲到 就好像不需要办公室了 他们现在确实也需要办公室的情况也变少 然后现在比较多都用共享办公室 那如果还是需要办公室 他可能就会据点转移 转移到比较蛋白的地方 然后现在东京有很多环状线 环八可以说是最蛋白的地方 那以前那边其实蛮多人口住在那边 因为便宜 那现在住在那边的人 可能就觉得那我住更远的地方 所以就像这个连衣一样 大家一直往外挤 就往外扩散了 以前公司行号是在正核心的地位 公司也慢慢往外面扩散一点点 那在这些公司上班的人 再往外面扩散一点点 那原本外面的人又被挤到海边是不是 有一些真的是靠海 真的啊 所以他就是这样子一直往外挤 那正中心的人 正中心空了 因为你看你原本在正中心的 往第二环第三环去挤 已经挤到第八环去了 你正中心就真空了 没有正中心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讲到海外投资客 那海外投资客有分为 就是你刚刚讲的企业投资 他还有分个人投资 那企业投资 其实还是有蛮多人 会选择投资金融商品 那个人投资 他会因为多半还是会想说 买给小孩或是亲戚使用 就未来有去日本需求的话 就会想要买 然后个人投资 他会比较想要是那种 我看得到的东西 所以他就比较不会投资股票 还是会选择投资房地产 这些海外投资客 他通常会买在知名的地方 购买的时候会比较倾向 买在离地标近的地方 像是东京大阪这种 你讲了你知道是在哪里 也就是说 这种地方就是留给 像我们这种 有可能会被 不要说被骗去 被吸引去的外地 或是国外投资客 会去买的地方 那我买了以后 我要转卖给谁 或是我出租给谁 还是会有一定的租需求吗 还是有可以转手的空间吗 这个就要讲到 日本的房地产他没有像我们会有那种统计 因为他们觉得 要做这个东西一定政府做嘛 政府觉得做这个事情 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统计是说 譬如说我的移转动数 都没有统计 没有 也没有实价登录这种东西 没有 这也有牵扯到一点点政治因素 局域来说 可能要做这件事情的人 是民进党好了 因为现在执政党 民进党我拿这个举例 然后如果要去做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什么 审要去处理 反正就两个党不一样 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反正就是政治的一些角力 所以他们不做这件事情 那也就是说 在他们的核心 都心的地方的投资 有一点点像是黑市 就是说你看不见 也没有到黑市 没有你买卖是没有错 你是税金该交 但是你看不见实际的需求在哪里 你看不见相关的数据 如果说我们买了以后 转卖也只能找当地的仲介去卖 或是当地的仲介去出租 那他当地的仲介报给我的 譬如说我们这边平常的租金行情是多少 真实呈现的 还是灌水的金额呢 这个呢就不确定 他们有一个词叫做两手仲介 这个仲介呢 他可能知道你卖多少 或是你要租多少 可是我跟要买的那些要排队的人 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物件了 我已经先付一笔钱给他了 然后再跟要买或是要租的人 收另外一笔更高的钱 差额就直接放在口袋里 台湾的就是仲介兼做投资客啊 我跟你讲说 譬如说你这个只能卖一千五啦 不会有人买 然后呢我后面排队有人要买嘛 对不对 我刚才讲说现在没有了 我先给你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 我跟你讲不好意思这间要两千 然后我中间赚五百万 是这样子吗 是不是 有可能啦 但这个其实是违法的 他们也有法规在严惩这个东西 但问题是我们以一个外国要去投资的 他到底违法了或是做什么 我也不好去处置嘛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国际形势就是 但也不全部都是因为美国升息的关系啦 现在日元就是还是在走落的状态 然后他越来越低 之前还有到二十出嘛 因为日币的汇率率他下降 海外投资客要去买的时候就会觉得 现在日本的房地产好像就像打七折一样 所以他们可能去现场看了一下 然后下手时间也很快 重点是他们都是用现金购买 购买力很强 这是目前的一个状况 但是海外投资客 除了像是在东京都内 因为东京都很多 有二十三区 有几区是比较知名的 有几区可能就比较不知名 像是讲了地名 他们也不知道地区是在哪的地方 就像是士田谷 其实他是在东京在地人是有名的地方 也很多名人住在那里 就是艺人也住在那里 然后是很多人会向往住的地方 但是因为他在国外的知名度不高 所以可能有些投资客就会觉得 我好像不用买在那里 那他的价格相对来说 就不会像都行一样 上涨了这么多 但是他是好的地方就对了 是好的地方 是很好的住在区 但是那个也比较适合日本人住吧 我们台湾人去住 可能习惯就不一样 譬如说我乱丢烟地的话 那你就不要住在日本 你没有办法住在日本 你会被取缔 住台湾就好 台湾也不行了 那我换电子烟 他们有专门的吸烟区 不是 我是说像他们有的时候 垃圾要去怎么放 要去干嘛 像我们台湾有个好处 就是没有错 我们大楼集中管理 他有做垃圾分类 但是万一你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 那物业有时候 还是会帮你处理一下 我不说故意 不小心看不懂他的分类是什么 我分错了 那日本有这样子吗 没有 我觉得这跟国情不太一样 他们比较不会这样子 自己就会整理的很好 要需要自律就对了 他们比较自律 跟你比起来 日本真的不适合住 也没有到不适合住 我觉得他很宜居 对 所以像他们投资客 还是主要会投资 像是港区 中央区 跟千代田区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都心三区 然后再来就是大阪 针对上述讲的 房价上升的地方 一样 大家都一样 就是人口增加的地方 或是有开发商业设施 车站 完善的生活机能的地方 就像是虎之门 马步台 品川高伦 池带等等 房价下降的地方 反正是人口减少的地方 好啦 那这个是讲 那个上升的部分 对不对 下降的部分 那我们就留到下一集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 这一集的房老吉 Bye